字幕提供 你先報報數 恆生指數現在15282點 剛剛升了百多點 112點 看來國家隊 加油 開始離掉了 這個厲害了 剛開始節目的時候 是關於這個 丁蟹效應 只要見到鄭少秋 股民每個人都一定會生氣 類似這樣的狀態 關於這個 每一次 究竟真的不信扯都不行 還是每次都真的 吸引力學法 你越想他就越是 那你也要有人配合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怎麼可以每一次都做到 是每一次一有鄭少秋的劇 一重播 就有東西出現 我們經常說 其實是電視台裡的人做事 我也覺得是 風吹草動的時候 以為是怎樣 我就上來 幫我們免費宣傳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像一氣 來了 好 就推他出來 你拿些古民的荷包 來做宣傳 這個狀態 女子是這樣的 這幾天 跌到媽媽都不認得 很多朋友都哭了 昨天出街 你看見那些朋友都未必特別 很歡迎 不 我家有如常 我沒什麼特別 還有 是不是已經預算了 是不是已經預算了 我經常都覺得 其實星期六天 這樣扯的老人家走 你都知道什麼了 你都感覺到 知道什麼事 就是了 老實說 我昨天有些朋友說 很不開心 吃了多少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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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說 那 有來有往 賺的時候 你不說 你不斷在我面前 又說買Low 那些時候 你不說 他有說 就告訴你 他買Low 有說的 也有說 豪食那些 經常都說 要排三個月隊 他有說 我有錢也吃不到 那些 車還未到 他就告訴你 所以就是這樣說 這些東西 就是投資投機的東西 可生可跌 大家都知道 是 當然 經常都說 究竟是投資 還是投機 當然 就有很大的 心理程度上 的分別 無論結果是怎樣 如果你是投資 小小的玩一下 可能虧了 都是噢噢噢噢 但是你說 如果不是我真的睡醒下去 但原期內 一有什麼風吹草動 你真的睡不安 吃不下 然後那個人又失意 即是有失意 等等 原來最近有一件事 是這樣的 有個朋友 你不知道他真是假 但我覺得真的 有這類型人 在香港出現 就是他三個月前 被人解僱了 失業 打算靠一些積蓄 就解僱股票 找兩餐 頂住 你說有沒有這些人 有大把 不要說被人解僱了 失業 有很多都還未畢業 那些錢 那些錢就賺下去 以前我讀書的時候 我讀大學的時候 是2000年後 沙拉士之前 然後那些同學 會借那些關空 然後借那些關空 當然會給了一些學費 有剩會有少少剩的 那些如果是不懂的朋友 會怎樣呢 買機票去旅行 是 玩 吃 買 好 然後稍為會想些些的朋友 會怎樣呢 照樣去旅行 不過 那時已經懂得在日本 買些龍角散回來 那時 每盒加五元 很貴 或者每盒加十元 然後就在旁邊散貨 以前我一陣子讀書 很多龍角散 我也不知道哪裏 這麼多喉嚨痛 這些人 然後每個人都賣這些東西 幫我們在日本 懂得做些 拿少許 代購 波鞋 T恤 回來就賣了 有這些人 好 然後到現在 直接再會想些 那些年輕人不去旅行 甚至乎不出界 甚至乎那條學都不回 正是借了關空回來 交了學費 有剩 全隊未估 對 對 然後那些年輕人 天天上學 拿著APP 在看App Apple 可樂 迪士尼 Google Tesla 那些人 每個人都只看著這些 他每次 什麼時候開心笑 打開螢幕 那螢幕是綠色 他就開心笑 那螢幕紅色 他就不開心 這麼簡單 然後大家習慣了這種 這個故事 就說有一個人 三個月前被人解僱了 每天就瞞著家人 假裝上班 每天就不上眼走出街 然後 就想著這兩年 就儲了二十多萬 就想著靠炒股 就想著OK 他們真的解僱 玩槓桿等等 其實真的 我有些朋友 現在他們堅持了職 有Slasher 有 採政獨立 本來有一個 甚至乎穩定的工作 機場 然後是女生 然後就因為 疫情 疫情 然後就學 他學多幾厲害 他真的有三百元 他的錢 不是想這麼容易賺 我看到他每天 可能睡四個小時 因為他要看美股 要看香港情況 要收封 要看很多相關的書籍 要去學 不是容易的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 不是靠彩數 或者不只聽號碼的話 你真的要分析 或者各樣東西的話 但是真的是圍堵生 OK 但圍堵生的狀態 我可不可以試 這樣問 當然他是一個獨立案件 有些可能 我份工作是12000元 但我一炒股之後 每個月有十多餅 先不計這些 因為你是槓桿 看一棟棟的東西 陰棄養棄 類似的 我不太懂 他基本上可以三千 五千本 接著要分五至十倍 這樣也很好 短時間 一個星期內 這樣也很好 所以就是說 其實是 看適合小的東西 就OK的 我有些朋友 所謂穩陣一些 他都說 分一個獨立 大概是七至十天 一個週期 而三十% 其實不貪心的話 是不難做到的 OK 就是說 其實如果我這樣計 如果我純粹以結果一輪 譬如當他本身的工作 當是一萬五元 現在沒有做這份工作 他照樣拿回一萬五元的本 上個月當一年都沒有小 他可不可以做回 只靠炒股 之後每個月有一萬五千元 淨收入 市好或者看得準的話 是沒有問題的 一天可以買升可以買跌 你不只是升才會賺 你跌也可以賺 那你一萬五元 我當你一萬元 一萬元 接著你七日做一個週期 20% 即是一個星期你已經賺二千 那你一萬二元 即是你第一次 那你一萬二元 淋下去 一萬二元的20% 然後再加20% 所以其實你是可以找到的 糟糕我一聽到這裏 我已經知道我不適合 原因是什麼 不是 其實阿斌 剛才李言說的那個 究竟炒股和投資的概念 大家一定要先清楚一點 但剛才那條方程式 未去到炒股的時候 正所謂的小弟 都曾經在澳門的賭場 做一些表演 幫幫忙 那些 其實這條顏色 別玩 其實我在蒲京 金沙的聽不少 都是這樣的 即是有一班 就是每天都見到他 即是他更忙 即是他更忙 即不是那些 即是我們有空過大海 就package 我們進去 每人搭500元 推三口店 吃水蟹粥 對 沖了個糧也不用錢 幾億 這些就是我們去遊客 但有一班賭場熟客 都是用這個方法 他們的計算就是 每個星期 我每天來 我的止虧位是 我代1000元進去 輸夠700 走 贏夠1000 走 那條數目就是這樣計 即是你的本 譬如他穿坏整個星期 他有五天贏 有兩天輸 那都拉回運 那我就又代住 可能是說 4000 不可能是4000 那跌回 可能我那個星期 就代3000多 那如果你是真的 有這個定力 在說 贏夠1000走 贏夠1000走 但是你拿住那1000的時候 蔡華仔 看到有一口 那條路是正確的 我沒理由不把那1000元進去 通常都是死的位置 好吧 如果真的拿到1000走 輸夠700 追不追回 你又走 是的 如果不是 有條好路 我又拿 多多兩塊 那我 是的 但是如果成功 這個所謂的心法和口訣 你是真的做到的話 基本上 我自己眼見 我都看著這班人半年 除了一班讀精算 看著這班人半年 下注落到沒有感情之外 下注落到沒有感情 再加上 可能是某些賭場 只是backlist 他不讓他進來 是 因為他真的精算到 他計算了數目 一定拿錢走 好了 那接著這一班 其實真的歡喜地走 每個月 可能真的 他濕一下濕一下 只是有些從珠海過來的 根本船飛都不用了 有些是船飛過來的 可能有認識一些人 貴賺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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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 賺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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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很多的 哎呀 虧了 小場有的 舊舖 哎呀 虧了 你知道誰教我嗎? 我知道 阿奧很喜歡 他們一次教我 這個場很厲害 這是兒童場 那時候50元都可以玩 對 60元 有些是圍住的 我只有60元? 你有沒有40元? 圍住 那裡很棒 那裡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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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整晚只玩300元 哇 多高興 好有趣 還有一力多喝 差點的公仔麵吃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祝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